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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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齿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 四百三十九页 四百三十九页 请看第八行 恶鬼走 大圣一章八月 一从他求故 名恶鬼 又常积虚 故名为恶 恐切多位 故名为鬼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这是集许给我们介绍 三恶道里面的 另一类的众生 恶鬼 昨天我们跟大家汇报 第一个地狱道 地狱道 是三个道里面最苦的地方 地狱又分为大地狱 小地狱 那个根本地狱 八寒八热地狱 非常痛苦 十六游增小地狱呢 也是很难受的 八热地狱是纵向排六 八寒地狱是横向排六 说实在 我们大家过去生中啊 都去过这些地方 都受过呢 这些苦暴 只是我们现在忘记了 比这个地狱道 环境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鬼道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 鬼道的日子也不好过 看了下面的介绍 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鬼 为什么前面加个恶 饥饿 什么原因呢 贪心重 就会导致我们大家 以后变成是恶鬼 说真的 这个鬼道里面的夜阴呢 也挺复杂的 所以我们来神后世 不想多道 鬼道去 那这一生在人道 就不可以贪名贪财 贪色贪利 鬼里面也有福报比较大的 所谓的福德鬼 所谓的福德鬼 像土地公 山神 树神 蛙神 等等 在大圣一章第八卷 给我们解释 以从他求 所以呢 叫做恶鬼 也就是说 他要常常求助于人呢 他向外呢 要求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学佛 一定要把这个贪心 都要放下 世间法不能够贪 那出世间法可不可以贪呢 也不行 佛可没有说 这个贪的对象可以调换 不行 世间法不能谈 初世间法 这讲佛法 也不能够谈 像有的同修 他有个爱好 喜欢收集 古董的佛像 菩萨像 收集了古版的经书 像那些现状书 他很有兴趣 这个我们还亲自遇到过 曾经有一位同修 来到我们这个道场 那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有一天呢 下课了 他就问悟生 他说 你们道场有没有古版的现状的这些经书啊 悟生就说 有啊 但是数量不多 他就问是什么连带的 悟生就觉得好奇 他怎么这样的问 他说法师啊 我想买一些回去 然后呢 拿回去之后 把他在高价的卖掉 原来他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来学习净土法门 他是来干嘛呢 到处收集哦 哎呀 可以发财的东西 悟生听他这么一讲啊 就不想再跟他介绍了 就找了个借口 就躺着过去 如果说把佛门这些东西啊 拿来做生意 这不是真正在学习 所以呢 世俗实现法 都不可以有贪着之行 下面再解释这个恶 有常积虚 顾名为恶 几须为腹中空虚而饥饿 这个我们一般人呢 都有这样的体会 如果说到了终点 还没有饭可以吃 没有菜可以吃 人就饿了 鬼呢 那个痛苦的样子 程度远远超过人 所以佛门呢 有这个诗诗 大家都看到我们这个道场 有同修固定的 诗诗三顿饭给这些鬼 那为什么叫他鬼呢 下面再解释了 孔妾多威 孔妾是未妾害怕 未就是畏惧 所以鬼的胆量很小 一般我们常说嘛 胆小鬼 孔妾说得好 人有三分怕鬼 鬼有七分怕人 所以鬼怕人哪 那个比人怕鬼严重得多 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还需不需要怕鬼呢 不必了 因为鬼怕我们啊 我们没必要怕他 那反过来 如果您心里面害怕他呢 他就敢怎么样呢 气怒你一下 气怒你一下 吓唬你一下 这完全搞颠倒了 一个真正念佛人 是绝对不必担心 这些鬼道众生的干扰 这经常讲的好啊 一个真正念佛人 四十里之内 魔不能绕 这就包括这些鬼道众生 他不会来干扰我们 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干扰 为什么呢 有护法神在 有这些大菩萨在 保护我们 鬼道被称为刀徒 地狱道被称为火徒 这个刀是恐惧的意思 这些鬼啊 常常感觉到 有人拿着刀呢 要杀他 所以他逃出多场 下面是菩萨论所解释 这个菩萨论的全称 叫做大皮婆萨论 鬼者谓也为虚妾多谓 虚妾是胆怯心计虚劳 也就是他呢 心里面常常感觉到恐怖害怕 有威也能令他为其威也 刚刚不是讲吗 鬼怕人欺分 如果我们人怕鬼 那鬼就会常常来吓唬我们 欺负我们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还真的有 又欺求名鬼 未必饿鬼横从他人 欺求饮食以火性命 一般呢 鬼找不到东西吃 所以他希望别人呢 不是给他 他才能够吃得到 给他食物 但是他这个业力啊 太重了 我们讲业障深重 有了食物 他拿到嘴边 可不可以马上吃呢 还是吃不了 他嘴巴一张开 就那个火就喷出来 把他那些食物呢 烧焦了 所以他眼睁睁看着食物 变成这个样子 他更加难受 因此佛门呢 在给他诗食之前呢 一定要给他念经念咒 念佛号加持他 佛门所用的蒙山诗食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鬼呢 向法师求饮食 求加持 法师念了辩食经营之后 这些饮食 鬼才能够吃得到 这个咽口鬼啊 如果没有佛力加持 他根本都吃不了这些食物 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每天 有三顿饭 很轻松地把它吃下去 这是什么 福报啊 有云 有说饥饿争故名鬼 这个争就是圣的意思 他特别容易饥渴 这都是属于贪婪的果报 所以贪心太重 贪得无厌 那么他在轨道里面的日子呢 就更加难受 这都是在教我们 这都是在教我们 有笔积极 感激可厌 今百千岁 不得闻水明 其能得见 旷富得粗 看了这个介绍啊 我们大家还敢不敢有贪心呢 不敢了 所以有这样的恶报 都是由于前世贪婪过度导致的 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够有占有欲 不能够有呢 控制欲 你看鬼 多可怜 在轨道里面 这个咽口鬼 是最苦 最可怜的一种 而且他们的寿命呢 平均都是一千岁以上 至少是一千岁 他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一个月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他连江水的名字都听不到 他有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 有接触到 但是听不到 看不到 这是他自己有业障 他所看到的那些水啊 就像火一样 有说被驱翼故 名鬼 横为诸天处处驱翼 持走故 这也是他的恶报 鬼呢 常常被天神鬼王驱使 做他们的奴隶 听他们的差事 替他们办事到处奔走 换句话说 这些鬼呢 生不由主 只能够听别人的指挥 下面是念道所讲的 此道亦便诛去 所以鬼道的众生啊 遍布许多地方 有福德者做山林种庙神 有福报的鬼呢 他可以做什么呢 山林种庙神 这个种啊 是高大的坟 一般我们常说呢 他可以做山神 土地神 他不愁吃的 喝的 一般当地人呢 会到这个土地庙 山神庙 初一十五 给他上吃香 供养他一些吃的东西 那假如这没有福德的鬼呢 居不尽所 不得饮食 长寿鞭打 天河色海 受苦无量 没有福报的鬼 他们就住在不干净的地方 很污秽 大家如果看佛门的 仪归里面就有一条是什么呢 上厕所的时候 要三坛子 就这样子 或者您敲门 就这样敲三下 为什么呢 古时候的厕所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样的先进 那是 叫什么 叫毛坑 所以那个毛坑下面都有很多鬼 他们在那里吃那些粪便 食料 现在的鬼苦了 现在可能农村还有少数的毛坑 但是一般在都市里面 大家都用这个冲水马桶 所以这些鬼更加可悲 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那么修行人知道毛坑里面有鬼 所以先谈响指提醒他 请他让一下 还有这些鬼啊 常常受到鞭打 鞭打他的人都是天神 另外呢把这些鬼拿去田河射海 因为这个江河海洋里面有一些洞穴 把他们塞在那里 都很难受 俯红济云 下品五逆十恶者敢知 为什么会有这一道的众生呢 他前世造了下品的五逆十恶罪业 所以括弧里面说 这是指恶逆中是最轻的 五逆十恶里面呢 他造业算是最轻的 那么如果是重的呢 就多到地狱道去 这是说的鬼道 下面再说促生道 促生心意为旁生 至旁行之生类 在玄奘大师 这唐朝时候的高僧 他以前所翻译的经典叫做旧意 从他开始所翻译的经典叫做新意 大师 大师那个时候翻译这个畜生呢 叫做旁生 旁行就是身行不正 因为有偏见有邪见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不正确 在新菩萨论里面讲 其行旁故行一旁 以行旁故行一旁 是故名旁生 旁者横也 举个例子吧 大家也没看过螃蟹 你看螃蟹怎么走路 横着走路 那如果人呢也造恶太过分了 你看他这个样子怎么样 有个成语怎么形容着他呢 横行霸道 他现在做个多端 以后到哪里去报道 很有可能就堕到畜生道去 绘书下面解释 此道便在诸出 披毛带脚 灵甲羽毛 四足多足 有足无足 水路空行 互相吞担 受苦无量 浮红基云 做中品无利 舍者感知 这一类的众生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为什么呢 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看到很多 这些动物 空中飞的 路上走的 爬的 还有水里面游的 这绝大多数众生都是弱肉强食 看着众生遭受恶报 我们人就不敢去造那个恶业 人道跟畜生道 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在人道可以接受伦理道的因果教育 可是在畜生道呢 这个机会就很少 众人他有善知识教他 可是能够回头的这些众生 还是不懂 众生之所以跺到畜生道里面去 是因为他造作了中品五利十恶的一因 畜生道进去要出来也很难 为什么呢 这个动物他特别执着他的身体 他认为那个身体的就是他 所以他舍不得离开他那个身体 就拿蚂蚁来说好了 蚂蚁死了之后呢 又来投胎再做蚂蚁 他就认为那是他的家 所以他生生世世没有一个粗利的性 鬼道里面的众生呢 他受罪的时候还想粗利 可是畜生啊 这种念头呢很淡薄 因此在烦恼里面 愚痴比杀道淫还要严重 这个愚痴是属于无名烦恼 畜生这个烦恼呢太重太重 因此赶着这样的恶包 法藏菩萨看到这一点 他就希望自己的新的国家 基督世界没有三恶道 升到基督世界的所有大众 各个都是阿维耶治菩萨 这个对我们来说啊 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您不必担心了 以后堕到山土去 下面经文 所有一切众生 以及燕摩罗界三恶道中 来生我差受我法化 西成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不复更多恶趣 得是愿乃作佛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我们这个会记本里面 大家就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 分为二十四章 四十八院 第一章里面有两个院 这一段经文的末后是总结 假如说这两个院做不到 法藏菩萨就说 他就事不成佛 而实际上他老人家呢 十节之前就已经成佛了 也就是讲这两个院兑现了 下面解释 燕摩罗界则指燕摩罗王之世界 燕摩罗 中国人呢 叫他做炎罗王 他也叫做呢 炎罗天子 燕摩罗还有几个别称 第一个叫做炎魔 第二个叫做炎魔 第三个叫做炎魔 你看这个字不同 音呢相同 第四个叫做炎魔罗 把他们翻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福 也就是用绳索捆绑这些罪人 炎魔罗王翻成中文的意思 是平等王 这个地狱王啊 大公无私 此王登陆 至理世间 生死罪福之夜 这是炎魔罗王每天呢 要做的事情 他要呢查明世间人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哪些 好的坏的这些资料 通通通通都收集起来 所以他管的是呢 生死罪福 生死是寿命的长短 罪福是他这一生所受的 报应 要么享福 要么呢 就要受恶报 生死是隐业 罪福是满业 一切众生所造的业分为这两类 隐业是引导我们大家以后到哪一道去投胎 在这一期过程当中 我们所享受的是福是祸 只称为满业 具体来讲 就拿人来说好了 隐业呢就是五戒十善 而每个人呢 寿命长短呢 又不禁相同 严罗王他只是收集这些资料 按照我们所造作的行业 来判我们这个果报是什么 所以这个平等王 这个严摩罗王呢 他审判了非常公平 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 为什么会被严摩罗王细伏呢 假如说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夜阴 我们没有造作这个夜阴 那会不会有地狱啊 不会 所以佛在经上讲嘛 这个生死有两种生死 分段生死便于生死 而实际上有没有所谓的生死呢 没有的 把分段跟变异看作生死 这是众生的误会 那么这两种情况 都是这个现象 而这些现象是真还是假的呢 金刚经一语道破 凡遂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主宰这些现象呢 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对这些现象就会产生影响 我们心一动 外面的境界就跟着动 我们心不动 这些境界就不动 哪些众生的心就不动呢 时报庄园图里面的法身菩萨就心不动 人家已经把阿列耶转成大圆精致 阿列耶是动的 大圆精致是不动的 八十是动的 四种智慧是不动的 所以整个极的世界都是不动的 那么大的一个世界都是不动的 长极光也是不动的 阿列耶呢是体 阿列耶是动的 与阿列耶相应的八十五十一新手都是动的 所以从八十变形出来的十法界一阵庄严 通通都是动的 因为它是动的 所以科学家能够发现它 能够研究它 哪一天它不动 科学家有没有办法 它一筹莫展 再怎么经历先进的一切 也没办法观察探测 那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呢 佛门有方法 禅定 就是不动啊 不动 对于动跟不动都能够观察得到 动只能够观察动的 不动的它就看不到 从这个比较你就晓得 是动厉害还是不动厉害 不动不动高明呢 因此佛法教我们大家 外不着相内不动心 因此地狱是心相生 严摩罗王呢 还是心相生 鬼道出身道 都是不善的念头 变现出来 都是阿拉野呢 变的 修学佛法就是希望能够做到 转时成智 一旦真正转时成智 这些进阶向全都消失了 就好像人怎么样 做梦一下子醒了 你看 现在我们是白天 我们现在白天 算不算是做梦啊 也在做梦啊 我们现在做什么梦啊 白日梦啊 白天做梦 晚上呢 可能还会再做梦 所以有时候一些人跟我们说 法师啊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你帮我解梦好不好 他以为法师好像都很有闲 都很有时间 跟他回答这些问题 法师也是很慈悲嘛 你是什么梦呢 说来听听 其实法师心里面想什么呢 哎呀 你的妄想太多了 白天想太多 晚上就会怎么呢 就会做梦 那对于这些初级的人呢 还是顺着他 因为不回答他的问题 他还是会存疑 还是帮他稍微解释一下 你刚才那个梦是什么 当然最好怎么呢 不要想嘛 想的越多 那个梦就越多 智者无梦 这是古人所讲的 因此呢 页罗王每天都忙着登记 世界人所造作的这些业 登是登记 路是把这些事实真相都记录下来 同时呢 页罗王还要治理 世间生死最福的业 并且他还要 主守地狱 八寒八热 及其眷属诸小玉等 这每一个大地狱外面呢 还有其他的小地狱 所谓的十六游增地狱 这些现象都是自信所限 为时所变 鬼道 人道 天道 地狱道 都是如此 所以《华严经》上讲 应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照 性是离体 我们应该去观察 禁虚公辩法界万事万法的离体 是自信 是同一个自信 这些万法呢 都是由自信 变现出来 既然一些法从心想生 那我们现在就要想好的 不能够想那些不好的 想绝正境 将来呢自然就恢复到 存净存善 我们在现前呢 只想一种事情 保持清净平等聚 希望尽心尽力 帮助一些有缘大众 能够遇到佛法 尤其是遇到净土法门 劝大家呢 各个都要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无量功德 因此 看在这里介绍阎摩罗王 那我们每天呢 起心动念 都要格外的小心 其实我们起心动念 有没有人马上知道啊 这《华言经》上讲吗 人一出生的时候 就有两个天神跟着我们 左边肩膀 右边肩膀 他们还有名称呢 一个叫同生 一个叫同名 一男一女 所以我们人呢 从一出生开始 任何想法 说法做法 这两个天神都知道 他们会把我们这些资料啊 一无一世的传递给阎摩罗王 这些资料呢 他们不会被啊消灭 这种 储存资料的能力 远远超过我们的电脑 因此 人 一天当中 应该要修善法 应该要修敬业 那已经造作恶业怎么办呢 佛门常说 忏悔 普贤菩萨教我们大家 忏悔业障 回头是安 下面再介绍 严摩罗王 绝断善恶 亦使鬼足 于武去中 追赦罪人 这些严摩罗王呢 他们来判断了 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如果是这些人造作恶业的 当这众生寿命快到的时候呢 或者他罪造的太重的话呢 他就会派这个鬼族去抓他们 这些罪人呢 逃到天摇海角 都躲不够 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审判 审判之后要受酷刑咯 所谓的 垂考制法 更无休息 垂是鞭打 考呢 是要受种种的刑罚 地狱里面最可怕的地狱叫做无间地狱 在其他地狱 这个罪人受了罪包 还有休息的时候 可是在无间地狱呢 没有片刻可以喘息的时候 所以称为无无间地狱 时时在受苦 天天在受苦 无量无边 故三起金云 江富阎魔王 随夜而受报 圣阴生善道 恶夜堕泥泥 这是引用了三起金里面的介绍 这些鬼族把罪人抓了之后 就交给了阎禄王 审判之后呢 他就被送到刑场受罚 这都是指的地狱 这个阎魔王呢 被称为平等王 他审判的时候 大公无私 他用什么来审判呢 他会让这个罪人呢 看那个夜镜台 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 或者说像个电视一样 把那个罪人拉到那个夜镜台的面前 这样子 就把这个罪人 在前世哪一道里面 所造出的恶意 播放给他看 所以他想抵赖都没办法 这个罪人呢 不得不扶手认罪 这都是事实 下面告诉我们 圣阴生善道 那恶阴呢 当然就多到恶道去了 尤其是多到呢 尼尼 尼尼翻成中文就是地狱 耶摩罗王又翻成双王 兄姊妹 皆作地狱王 原来这个耶摩罗王呢 分男分女 男的耶摩罗王就审判男的罪人 女的耶摩罗王就审判女的罪人 他们都是地狱的主管 因此下面讲了 凶至男是 女 媚 媚 女 女是 故曰双王 这就解释了 在地狱里面呢 众生也分男分女 跟我们人道一样 有男有女 什么原因有男有女呢 这还是在于大家的执着分别 可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如果我们呢 夜静晴空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耶摩罗戒者 这个戒就是戒性 耶摩罗王所管辖的地区 叫做耶摩罗戒 巨色论云 耶摩罗王 耶摩罗王国 也就是耶摩罗戒 在哪里呢 于此善部舟下 这个善部舟啊 是指我们这个 南瞻部舟 我们地球 就在这其中 过五百余善浪 余善浪翻成 翻成中文呢 就是游巡 大游巡是六十里 中游巡五十里 小游巡呢 四十里 那五百游巡 那蛮低的呢 怎么样呢 那就是地狱的这个地方 有耶摩罗王国 纵广亮一耳 从此辗转善居愚处 这是地狱的中心 所以叫做根本地狱 根本地狱呢 有八寒地狱 八热地狱 所以在这个大地狱里面呢 不是极冷 就是怎么样呢 极热 听说下个礼拜啊 我们澳洲呢 温度会上升到三十八度 今天多少度啊 三十一度 三十八度就热了 周同修 你想想一想 如果八十三度怎么办 八十三度你肯定不敢出门呢 现在这个地球啊 极其不正常 人间地狱啊 听说有的地方这个温度啊 都超过五十多度 太可怕了 那环境变得这么差 也都是因为我们心形不善 不肯听老祖宗的话 自以为是 古人信奉 五轮五常四为八德 佛门介绍 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十大愿望 这都是我们应该呢 要认真修学的 谁愿意做 谁就能够得到真实之力 下面还有介绍 下面还有介绍 有藏阿含经 地狱品云 颜伏提南 大金刚三类 有阎罗王公 王所致出 众广六千游巡 如果我们哪天呢 定功达到一定的程度 您就可以见得到 这个地狱道里面的情况 那个时候您就认同 佛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三恶道 又名三恶趣 又名三徒 为一切众生 造恶所生之初 故名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三道 名三恶道 法华经方便品约 以诸欲因缘 最多三恶道 三徒 那个徒啊 就是道路的意思 下面念头呢 再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该为众生 该为众生 如内 有贪求欲乐之念 是为因 外 攀缘欲静 是为缘 以此因缘 起念造恶 终度恶道 法华经 而不但有还很严重呢 七情就是 喜怒哀乐 爱 五欲 那个欲 就是指的 五欲 有了这些东西 就会使我们呢 起念造恶 恶呢又有轻重不同 多道恶道里面 各自所受的苦 也有轻重的差别 恶业里面 最重的是 五力十恶 现在人呢 心浮气躁 造的恶业太多太重了 几个人 愿意天天学习 人以理智性呢 几个人愿意造作 古圣先贤的教诲呢 他为什么不做 他从小没有学过 长大呢 没有听过 更没有看过 这是现在人的 很可怜的地方 本章 句两愿 也就是第一章 国无恶道怨 及不堕恶去愿 第一章里面呢 有这两愿 国无恶道怨 还有呢 不堕恶去愿 还有呢 不堕恶去愿 之所以有 国无恶道怨 是因为法障菩萨 他考察过一切诸佛沙土 他认为众生呢 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太苦了 他不忍心 大宗呢 到他那里 还要受这样的果报 这个不堕恶去愿 这个不堕恶去愿 是从音上讲的 那国中无有三恶道怨 此正表弥陀 那为什么 要个个都成佛呢 就是要有足够的能力 智慧 来帮助大家 远离痛苦 看看现在众生 每天都在做什么 他也挺忙的呢 甚至有的人 比我们修行人还要勤快 我们就听说嘛 有的这些 什么商店 二十四小时 不打烊的 修行人 晚上还休息几个小时 他们是二十四小时 都开放 做什么 拼命的在找一眼 他照什么眼 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赚钱的 所以人呢 如果不是为了财色名利 他绝对不会那么勤快 但是佛博撒也是很勤快 他一分一秒都不休息 佛博撒是什么力量 在驱动他呢 帮助众生 尼苦得乐 这个大慈悲心 驱动他 用讲经教学这个方式 使我们大家能够回头 我们现在之所以回不了头 误会了真相 看错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大博日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楚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刚刚说了嘛 我们人在六道里面 是一个梦境 六道再大 是一个梦境 大家在这个六道里面呢 都在互相的真名逐利 打得头破血流 抢得 都变成冤家对头 而佛告诉我们 六道是假的 谁才知道六道是假的 阿鲁汉就知道了 阿鲁汉行呢 他从第一个梦里面 dosesは 他从十ji脞 对阿鲁汉来说呢 分段生死 没有� possible 不成功 可是他还有呢 不成功 他是生到了四星法界 四身法界还是一个梦 第二个梦 所以他要从这个里面出来 出来之后他就生到一身法界 离开十法界到达十报庄严土 那十报庄严土算不算是一个梦境呢 还算 那是法身菩萨居住的地方 等到他们回归长期光 那才叫什么 真正醒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迷糊不迷糊 迷得太深了 不读佛经不知道自己 这个远远不如佛部人 下面密教中院 这是密中所讲的 大悲为根 菩提为因 方便为就境 大悲是根 菩提是因 方便是就境 这个方便就是善巧 是智慧的启用 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把这个第一院第二院放在最前面 现在人可以说呢 不少人都已经麻木不忍了 对佛所讲的话呢 他没有感觉 可是等着他 他有没有感觉的 有啊 什么感觉 后悔 还有一些人在死之前就看到地狱现象 黄了 害怕了 这个时候来不及了 业力牵引 所以佛度众生真的是以大悲为根本 菩提心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大悲心 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 这个大悲就是帮助我们大家离开痛苦 佛绝对不会加重我们的痛苦 他希望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 化解我们的痛苦 哪一种人是拼命地加重我们的痛苦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啊 那个妖魔鬼怪 就希望我们大家造的罪业 越多越好 越重越好 我们造的罪业哦 他在旁边怎么样呢 煽风点火 他唯恐我们造的越轻 希望我们造的罪业呢 越重越好 他看到我们受恶暴 他在旁边的鼓掌 他很高兴 他不知道 他的这种想法 做法 那也是在造作三土一野 所以佛呢 教训 天天劝我们大家 今天我们遇到念佛法门 这个机会是无比难得 已经造作那么多罪业呢 不必管他 现在当务之急 是怎么样呢 支持名号 专心称念 真正发大心要去西方净土 念这句佛号 能够消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能够除八万一节生死重苦 还有哪一个法门 比这个法门 消业障更多更快的 找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的福报太大了 居然能够碰到第一大法 第一项 有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愿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 故愿国中永无恶趣 一切诸佛如来呢 都是以大悲心为体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 极乐世界真的没有三恶道 为什么没有三恶道 没有人在那边造三恶道的因嘛 那怎么可能会有三恶道的果呢 况且呢 我们纵然是带着就业去极乐世界 但是那边呢 没有造恶业的缘 有这个果报出现了 一定要有阴跟缘才行 有阴没缘 果报就不会出现 打个比方吧 就好像一颗种子 苹果的种子 这是阴呢 如果您不把它放在土壤里面 没这个缘 它就不可能呢 长成苹果 这个树 没有苹果树 哪里来的 苹果出生呢 所以土壤水分 肥料阳光等等 是它的缘 阴一定要缘才会起作用 不度恶趣愿 或愿 不跟恶趣愿为第二愿 不跟就是不经历 所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之后呢 不必再担心 会不会又多到三土 此成第一愿而言 我国不但无三恶道 甚至从耶穆罗戒等恶道中 这个耶穆罗戒呢 就是指的地狱节 地狱的上面就是鬼道 出生道 这就包括了三恶道 那么这三恶道的众生呢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有没有众生念佛从三恶道去的 有 一般来讲 这个地狱道 鬼道 我们很少见到听到 可是这个畜生道里面呢 还有一些动物真的念佛往生呢 在近代 有一本书叫做 叫什么 等一下想不起来 物有如此 物有如此 就是介绍一些动物念佛往生的 当年这个地狱老上在世的时候 他在关中寺 他们那个寺院里面呢 有着公鸡 菩萨 我们加个菩萨 他也跟着这个寺院里面的法师啊 一起做召喚课 所以法师在前面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就跟着最后怎么样呢 咯吱咯吱 他也在念佛 哎呀 想想我们到场有一只猫 他怎么就不去佛堂去做早晚课呢 就是堵在那个灾堂门口 哎呀 他只想吃饭 他不想去佛堂念佛 如果这只猫也到佛堂 外面去念佛多好 你看到都来到寺院 那只公鸡菩萨呢 最后怎么样呢 欲知十字 是站着往生呢 听说还烧出了射地 所以地老呢 看了这只公鸡往生之后 火化他 在脱皮的时候 是以法师的这个形式 给他做这个葬礼的 所以在出生道里面 也是有善根很深厚的 当然了 我们这个道场 这只猫 跟其他图巴的猫来说 那是善根多多了 是不是 他每天早上还看到法师 还有时跟法师打个招呼 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头 能够有这个机会 成就自己的道业 那么鬼道出生道 有众生往生 地狱道里面有 可是我们想一想 这个地狱道众生 受苦那么重 时间那么长 几个众生能够提得起 念佛的这个 心念呢 太难太难了 所以在地狱道念佛 那是难度最大 其次呢就是鬼道 再好一点的呢 就是出生道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道 修行 机会呀 太稀有了 因为我们是出生在 有佛法的地方 尤其是有净土法门的 星球 这是凡圣同居土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 受佛教化 所以诸位同修 一定要知道 我们到基督世界 去做什么 受佛之教化 换句话说 您到基督世界 去做什么呢 上课 谁给我们上课呢 是阿弥陀佛塔罗人家本人 亲自在讲堂里面 给我们上课 佛讲经不疲不累 听众呢 这些菩萨听经呢 也是精神兜首 不会打瞌睡 不会下课 众生进到讲堂里面呢 是菩萨身份 阿维悦知菩萨 离开讲堂 是什么身份呢 圆满佛 后面 不但永不更入恶趣 并惜皆成就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所以阿弥陀佛呢 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呢 升到基督世界之后 不会再堕到三个道 并且呢 各个都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也就是讲啊 圣到基督世界 每一个人都成佛啊 所以那个是什么世界啊 成佛的世界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不往生太可惜了 没有听到那无可奈何 已经知道了 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听到这个法门能够产生作用 还是在于我们大家对于这部经 对于这个法门有真诚心 孝顺心 恭敬心 假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有傲慢 有怀疑 那就麻烦来了 佛门讲嘛 疑心生暗鬼 所以障碍啊 不是从外面来的 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自己本身 因此 还有怀疑怎么办呢 就要多读无量寿经 多听无量寿经 多看无量寿经的注解 念老这个集注啊 写得太好了 我们敢讲这样一句话 天下低注解 这个事实 迟早有一天 会被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的 迟早会有一天 所以在九十世纪 阿弥陀佛说得很清楚 那边的没有三个道 而且呢 我们决定是一生成半 我们成就的这个国位 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他老人家有多大的能力 我们到达九十世纪之后呢 跟他一模一样 向好光明福德等等 丝毫不比他差 所以那是什么世界呢 平等世界 还有一点 我们在今生世界成佛之后 是不是就没事了 其实我们在还没有成佛之前 还在向阿弥陀佛求学当中呢 我们其实每天也很忙 我们的本身 在讲堂里面听佛讲经 我们可以分身到十方诸佛撒土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我们可以分身 在这个地球我们没办法分身 好在现在有这个高科技 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讲经 把这个现框 声音 通过媒体 散布出去 让远方的人也能够听到佛法 这是古人望尘莫及 所以升到几多世纪 各个都能够证得 无上证得证诀 这是佛保证的 下面是谭乱大师 在净土论诸里面所讲的 也就是往生论的诸解 他说佛所得法名为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把这个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翻成中文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换一个说法 大家比较好理解 就是圆满的智慧 听到这里大家想不想要 想啊 谁愿意糊涂呢 谁愿意愚痴呢 我们都希望自己智慧得能向好 第一嘛 可惜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把智慧得能向好都变成了烦恼 变成了业障 变成了造业 变成了苦暴 谁弄成这个样子呢 都是因为当初我们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 这能源经上讲啊 一念不绝生三细 境界为原 长六粗 都是自己自作自受 因此为时中 就讲到要转八十 成四字 这个转呢 有阴上转 有果上转 阴上转 是从 第六十第七十 来下手 第六十第七十一转过来 前五十跟第八十阿赖耶 他自动的就转过来 怎么样转第六十第七十呢 不再分别 第六十就转过来 不再执着 第七十呢 就转过来 话说得很轻巧 大家转转看看 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点的能力 可以转 一下课呢 还不是这样的分别 还不是一样的执着 好在净土法门妙 有分别有执着 没关系 马上就想阿弥陀佛 任何念头冒出来 通通用一句符号 把他们全代之 所以有分别有执着 有妄想 不必害怕 用一句符号 通通都替换 就成功了 把这句符号呢 保持到临终最后一刻 你肯定能够 去得了西方戒徒 所以大家平常为什么要多念佛呢 就是为了临终呢 紧要关头 做预备功夫 底下是法华玄战 这个玄战是法华经的注解 阿云无 阿呢换成中文就是无的意思 尿多挪就是上 三就是正 描就是等 三是正 菩提是觉 把它合起来是什么呢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阿云多罗是可以把它翻成中文的 那为什么又不把它翻出来呢 这是无种不翻里面属于尊重不分 所以保持它原来的反应 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最高的目标 所以这个觉呢分为三种觉 正觉 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正得了正觉 菩萨是正的正觉 佛呢是无上正等正觉 达到无上正等正觉 您就被尊称为佛陀 看了这个介绍啊 我们也要学习啊 从现在开始起 不执着 不执着就是阿罗汉 不分别呢 就是菩萨 再不起心动念呢 恭喜您 您就成佛了 其实学习佛法难不难呢 一点都不难 一堂课就搞定了 是不是 一堂课就晓得怎么下手了吗 那假如说我们听完之后 还是会被境界转 怎么办呢 那就要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天天看注经 天天念佛 天天拜佛 功夫不能够间断 大智度论 八十五月 为佛一人智慧 为阿尿多诺三妙三菩提 这个为就是为一无 唯有佛的智慧 才能够称得上是 阿尿多诺三妙三菩提 请问这个佛生哪还尊佛 是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而已啊 不止 谁呢 人人有份呢 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的 后面念老再讲 恶到众生 善根微弱 所以三恶到里面的众生呢 他不是没有善根了 只是他的善根怎么样呢 不多 他的善根力量呢 很薄弱 很容易受到外面影响 因此称为呢 善根微弱 佛门有一句话也讲 八风吹不动 我们大家学佛这么多年 您感觉自己 这个八风吹不吹得动灵呢 大家知道宋朝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苏都波 是不是啊 这佛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嘛 苏都波当时不是跟佛宴禅师 有一个故事嘛 哎呀 还写了一封信 好像里面还写一些赞叹自己的话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禁台 哎呀功夫不错啊 没想到老和尚怎么回他一封信呢 就写两个字 哈哈哈哈 把他数落他一顿 写什么 就写了两个字 哈哈哈哈 放屁 他一看了 气了火冒三丈 哎呀 马上就叫人撑船过江 要跟老和尚的理论 没想到一上岸呢 就看到这个渡口 老和尚已经全写了两句话给他 八风吹不动 一辟打过江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老和尚功夫厉害不厉害 都知道他要来 这一首 这两句话就等着他 其实他的妹妹啊 都已经提醒他 哥哥啊 你不如佛音禅师 你不要跟他计较了 佛音禅师不会跟他计较 他常常跟佛音禅师呢 一笔高下 哎呀 这个苏大居士 一看这两句话就服了 你看啊 稍稍两个字 他就动心了 这证明我们善根非常微弱 下面 富多数业 这是说他过去生中啊 造的善业恶业 这当然了 指的恶业多 善业少 蒙佛愿力加疲 涉受网生 三个道的众生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佛法 没有听到净土法门 他这一生呢 再次听闻到念佛法门 他不会动心 就拿我们人来说好了 我们如果过去是没有学过净土法门 您这一生对净土法门会不会有兴趣呢 不会 或者兴趣呢 很小 你从我们这个道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啊 学别的法门人数已经不多了 那学习净土法门的人呢 就更加稀少 最后成就人呢 数量也是很少 所以当年李时工在世时就说了一句话 这是将近四十多年前说的 一万个人念佛真正最后往生的才三五个 比例呢 一万分之三或者一万分之五 相差学术 为什么那些人多数人为什么不能成功 善根微弱 这就是的 那按照弥陀经上的说法呢 福德也微弱 因缘也微弱啊 怎么办呢 赶快补案 加强 生彼徒乙 这是说生到基督世界 悉定成佛 这个西就是都的意思 只要生到基督世界 在阿弥陀佛的教导之下 个个都能够成佛 此时阿弥陀如来 慈悲至极之 无上圣愿 这段事情呢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的确确阿弥陀佛的慈悲心呢 是达到了基础 他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赶快去基督世界 到达基督世界呢 快快成佛 该以从恶趣待业往生之众生 数聚恶业 印度恶道 照常理来说 从三个道 代业往生到基督世界的众生呢 因为他本身有恶业带着 他应该呢 要堕到山徒的 堕山徒可怕了 语道的寿命 一千岁 那地狱道里面的寿命呢 论劫来算 所以我们不能够 大业 不能够再搞 贪嗔痴 还造战了罪业 那将来就去山徒报道 下面就说另外一个情况 但因弥陀愿力加持 往生极乐不复更多山徒 故约不度恶趣 这个利益 对于三恶道的众生 就太大太大了 所以在极乐国土 那个修学的环境非常理想 虽然三恶道的众生 他有带着恶业过去 但是那边没有再造恶业的缘 大家每天只造什么业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 听着听着就把自己的树业 全都化解掉 听着听着 他的烦恼习气都被磨平了 没有了 所以下面是龙树菩萨所总结的话 故龙树大事约 若人生彼国 终不度三驱 所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 绝对都不用担心 会不会多到三个道 不会的 有三道大事约 乃至成佛不利生死 我们从到达基督世界 莲花一开 第一天嘛 一直到成佛呢 这个当中都不会再经历生死 也就是说 不会再搞轮回了 不会再多到六道里面 永远脱离了 念到下面就讲了 事则横出于六去移 横出跟宿出不一样 宿出是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向上提升 横出呢 是横向的超越 我们讲跃跡 你看我们从人到 升到基督世界 去之前是人 到达基督世界呢 您就是二位跃至佛上 换句话说 您跳跃多少个台阶 我们来说给大家听一下 天道 三界二十八成天 你就越过了 又超越阿罗汉 又跳过了 毕自佛 又跳过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乡 还有 还有这个 实地菩萨前面的七地 不得了 光是菩萨 我们就超过四十七个位置 所以这个法门叫什么法门呢 男性之法 就男性在这儿 别的法门呢 从人到一直向上突破 好辛苦 好辛苦啊 我们呢 纵向横向就超越了 省了很多时间 后面人天老所讲 有此章大愿 舍二书生 这个章啊 就是段的意思 一段一段 第一段里面呢 有两愿 这两愿呢 有特别的用意 什么呢 一者恶趣众生 亦得往生极乐 不复更多恶道 表弥陀悲心无尽 度化无余也 我们从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大愿就知道 阿弥陀佛他接引众生 度化众生 他首先要度化哪一类的众生 最苦的三个道的众生 就像治病一样 病人 一定是救哪一种病人呢 快断气的 垂危的病人 先要把他救活啊 救活之后呢 其他的病再慢慢来 佛呢 就是这样的慈悲 先度最极苦难众生 三个道众生 第二个 凡往生者 惜皆做佛 就尽菩提 我们不但能够在基督世界成佛 还成就的是就尽圆满佛 也就是圆教佛 不是分正佛而已 由此可见 弥陀本心 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 从这个愿文就可以看得出 阿弥陀佛的愿心 太广大 他是希望一切众生 生到极乐国土呢 各个都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那我们在现前要不要帮助一切大众 也赶快去极乐世界呢 要 所以能够帮助别人遇到净土法门 听到净土法门 您修这个功德第一大 我们讲做好事 哪一种好事是第一好事呢 把别人送到极乐世界是第一好事 如果这个人要临终了 我们给人家助念 那劝他修什么法门呢 念阿弥陀佛 助念也是很大的学问 有些人就问我们 法师啊 如果帮人家助念了 要不给他念什么经 念什么奏 什么三世心念 要不给他念给他听呢 悟神就跟他说 来不及了 顶多跟他讲几句开示 就好了 接着就念我 不要长篇大论啊 顶多跟他讲个一两分钟 接着就劝他求生这种事情 这个好 下面再说 而此愿既已成就 就是这一愿阿弥陀佛呢 真正兑现了 足证弥陀智慧功德 微神利用不可思议 从这个大愿 足以证明阿弥陀佛的智慧功德 微神利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莫云就是经文最后一句 讲到 得是愿乃作佛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无上正觉 无上正觉是简单的说法 全称呢 无上正等正觉 那这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愿成就了阿弥陀佛就成佛 如果这愿不能成就 他就不成佛 那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 早就成佛了 十节之前就已经成佛了 也就是说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 都圆满了 表此愿成就我方成佛 这个我就是法障菩萨 若此愿不成我终不成佛 故愿不取无上正觉 以下各愿简为不取正觉 从这两愿往下的四十六愿 所汇集的文字省略了 只用了不取正觉 把这个不取无上正觉里面的无上就省略 这是文字念起来呢更加的精简 这是介绍第一章的两愿 第一愿跟第二愿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第二章 报生书庙 第二章的愿文有三个 第三愿第四愿第五愿 我做佛实 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另生我差皆具子摩真金色身 下面解释 此章具三愿 也就是有三愿 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另生我差皆具子摩真金色身 这是第三愿 身息金色愿 这个大愿怎么来的 是阿弥陀佛在阴地当中 经过五节时间的修行 考察了一切诸佛刹土 就看到啊 虚许多多佛刹里面的众生 身体不清净 身体呢 刹那刹那都在变化 身体呢 非常脆弱 换句话说 只要是有身体 它就会怎么样呢 有脑病死 阿弥陀佛就希望大家 升到极度世界之后啊 不必担心这么一桩事 希望大家 升到那边的容貌 跟他呢 一模一样 为什么他这样子想 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他的功德 他有无尽的悲心 无尽的大愿 他修了无量级的功德 加持我们每一个大众 通通都能够得到 跟他一样的 自摸真金色神 底下再解释 真金色者 改为如来之生色 这个金 是表法的 你看看 这个 五金里面 黄金是代表 颜色不会变 它是表呢 永恒不改变 所以金色 它的表法 我们要能够理解 那金刚不坏身 谁已经证得了 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是分证佛 是真佛 我们升到极度世界 居然也能够得到 这么好的一个身体 紫磨金 是在所有黄金当中 成分最高档的 我们讲最高级的 就是紫磨金 下面是三道大师所讲 诸佛欲显 常住不变之相 是故 显黄金色 诸佛如来 在大众面前 都会显了 常住不变的 这个相 所以佛门呢 经常用黄金呢 来表法 因此我们看到道场里面 这些佛像 都是用金色 来塑造彩化的 下面是日本老法师 所讲的 此标 中道实相 这个中道实相 也是表永恒 不会变更 所以中国的古大德 还有日本的高僧呢 都是一样的看法 从这个大院 我们就了解到 只要是升到极度世界 大家 就说的比较实际点吧 您的皮肤啊 永远不会有皱纹 身体呢 永远不会有病痛 而且人呢 还永远不会死 不老不病也不死 所以在极度世界 有没有医院呢 没有医院 有没有这个诊所呢 也没有 有没有医生护士呢 都找不到 在那边只有两种人 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就是老师 阿弥陀佛 一个就是学生 菩萨 所以它是什么地方 学校 天天在上课 天天在修行 从未见断 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边的众生呢 那些菩萨 很快就成就 无上证的证据 下面的经文呢 我们还没学完 我们明天呢 再来学习 后面的两个大院 第四第五 莫学物圣 初习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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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